说到冷兵器 大家都会联想到刀枪棍棒之类的武器 用这些武器在战斗过程中直接杀伤敌人 保护自己的武器装备 广义的冷兵器则指冷兵器时代所有的作战装备 也就是说没有枪炮也没有子弹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蒙古骑兵能用刀枪棍棒征服世界呢 历史上许多战力都证明了蒙古骑兵在军事上的优越性 其实并不需要讲得非常深奥 一些基本的因素就已经奠定了他们强悍的基础 身体素质 许多游牧民族都被描述成身材还小 体格健壮 坚韧不拔 同时面目争议的战士 这些都是相对于被入侵者而言的 可见敌人在面对他们的时候都感觉是在面对野兽 马匹 马的优势就是快和远 如果是劫掠就是来去如风 不然中原也不会建长城老防御游牧民族 还有一个好处是在战争中 从古代往下属 在座人打大流士 匈奴为高祖 帕迪亚打克拉苏 到后来突厥蒙古全是一个套路 放风筝 只有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是短城 一种是长城 无论哪种都需要大量的马 纪律性 对于蒙古人超强的纪律 中国史料也有记载 故交锋之时 没以既队轻突挺阵 一冲才动 则不论中华 长驱之入 敌虽十万亦不能知 不动则前队横过 次队再冲 再不能入 则后队如知 方其冲敌之时 乃千言时刻 为步兵左右与后之计 兵既四合 则最后智者 一身孤鬼 四方八面 响应其力 一时巨壮 擅长攻马的游牧民族 并非只有蒙古人 比如被蒙古人击败的 库曼人 就是典型的游牧亲戚兵 但若蒙古人真正突出的 就是在卡尔卡河之战 展现出的 令人生畏的纪律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